耶稣到了 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 相距有三公里 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大和马雷亚那里 为了拉撒路的死安慰他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 马雷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主 如果你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我知道 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 你的兄弟必会复活 我知道末日复活之事他必复活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 必定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主啊 我信 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能要到世上来的 马大说了这些话 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妹玛利亚 老师来了 他叫你过去 玛利亚一听见 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了村子 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 见他匆忙地起来出去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 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 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脚前 主 如果你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耶稣看见他在哭 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 就心里悲叹 难过起来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主啊 请来看 耶稣哭了 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 他们中间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不死吗 你是不是 对啊 不吃饭 对啊 这就是 到